失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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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智症也是一个在超高龄受威当中 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议题 那当然失智症到目前为止呢 它的这个盛行率大概是8%左右 但是它的治疗 在目前来讲 药物的开发上面 都还算没有太大的一个进展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失智症的治疗本身 还在努力当中 但是伴随着人口高龄化的现象 越来越明显 其实失智症的人口会随之越来越增加 所以全世界的挑战都在于说 与其去谈如何治疗失智症 倒不如在想如何预防失智症的发生 那所幸在这个部分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好消息 也就是说在目前呢 欧美绝大多数的国家发现 当我们把生活饮食作息 做一个好的调整之后 失智症的发生呢 看起来是可以减少 保守一点说是可以延后 那我们希望呢 失智症对于高龄者的影响时间 越短越好 也就因此这一些 生活的这个介入的部分就显得非常的关键 那根据国外的研究 也发现说一个好的健康促进的行为 其实呢 我们能够有效的预防三分之一的失智症的人口 所以这样的事情呢 对于我们在谈未来超高龄社会的挑战当中呢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而失智症的预防呢 其实在目前来讲 绝对没有单一的策略 全世界的建议都是要采取多元的一个整体性的介入 所谓的多元呢 就包含说 要有好的运动 好的营养 好的人际关系跟社会网络 还有我们要执行好的预防保健的策略 最后呢 也要有好的慢病管理 这五件事情是环环相扣 缺医不可 其中最关键呢 大概是在饮食和运动这两个部分 在这些年有很特殊的一个发展 那运动的部分呢 除了我们在强化我们的肌力 预防我们的失能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运动的同时 也可以去改善我们的脑部的血液循环 甚至于可以去强化我们脑部的这个 脑细胞之间的彼此的连结 希望可以预防我们退化的一个现象 而要执行到运动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发生的话 目前来讲认为说必须要去执行一个多元复杂性的运动 也就是说反复操作同样的动作 例如跑步、游泳、骑脚踏车 虽然是一个好的运动 但是站在预防失智来讲 可能就显得单纯一点了 所以国外有些研究就说 有固定跳舞习惯的这种运动习惯的老人家 相对来讲 失智症发生的风险比较低 第二个蛮关键的就是饮食了 那我们当然呢 一直很希望说 可以透过每天都必须要设食的三餐 去减少我们在失智症上面的风险 到目前来讲呢 我们都很期望可以有一个很棒的 单一的饮食的元素可以解决的问题 不过到目前为止 只有一个整体性的饮食的方案 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也就是所谓的地中海饮食 那地中海饮食呢 其实是一个基本性的原则 又没有一个太明确的定义 不过呢 有几个原则是值得 我们在准备自己的餐食上面要去注意的 第一个呢 它必须要有一个五颜六色的蔬果 第二个呢 它必须要有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取 那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 的烹调方式呢 多半是采取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也就是类似像橄榄油这样子的一个油脂 此外呢 在它所摄取的热量当中呢 其实有满大部分主要 还是要来自于这个 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淀粉 尤其是全骨类的淀粉 我们并不期望说你整天的热量 都是来自于很大量的蛋白质跟油脂 所以还是要讲究一个平衡 此外呢 还可以再加入坚果类的这些烹调的这个内容 整体的加起来就是所谓的地中海饮食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并不用去刻意的去执着哪一个饮食成分最关键 因为过去的研究告诉我们说 我们虽然科学家一直希望从这种复杂的饮食配方当中 想要找出一个单一成分 但是单一成分的研究看起来都不太成功 所以终究人还是一个扎实性的动物 我们必须要去均衡的摄取 依照这个地中海饮食的原则去摄取这些有效的营养素 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样子的饮食策略多半是要持续个几年才会看到效果 并不像吃药一样 不是说好像今天吃明天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效果 所以这个讲究的是一个生活习惯的养成 所以呢我们在谈到失智症的预防上面 我们就非常希望大家说可以去做一个好的运动 优质的运动跟优质的蛋白质跟地中海饮食的摄取 更重要要把自己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控制好 联合这些所有的生活习惯的改变 我们就能够有效的去降低失智症的一个风险 因为目前欧美国家每一年新增的失智症的个案数 已经在反转往下了 我们也期望台湾可以很快的也达到这个境界 我们能够让失智症发病的人数每一年可以逐年的去减少 那就是我们在失智症的药物可以被成功的开发之前 对于民众来讲最有效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养生的一个策略了